非常非常抱歉啊 今天早上的视频我发的时候 发错了名字 把昨天的发搞混了 因为这个视频呢 实际上都是我当天拍完了之后 开始传嘛 一个视频差不多要有八到九个小时的 这个传输的过程才能发到国内 然后才在国内编辑再发到网上 所以说今天早上就脑残抽了 直接把今天早上录的那个标题 用在昨天晚上拍的视频上了 所以有这么个错误 跟大家讲一下抱歉 当然你现在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这个正确的视频 已经传到国内正在网上传的这个事件 延误差不多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这次试吃的呢 就是买了三种口味嘛 还有一个是Teliaki 就是照烧的 那么有早晨那个教训之后啊 我们换一个口味 然后是一个相对来说 因为知道它是Made in China的嘛 所以说 所以说我们换一个这个中式风味的啊 这个宫宝鸡丁 看一下它这个效果会怎样 那么还是这样的碗 然后我把它打开 将将 里面是这样的 跟早晨的时候一模一样 宫宝鸡丁 每100克662千牛 热量也差不多 然后也是上前面写240克 后面280克 真是搞不清楚它是怎么搞的 然后它只写了是中国产品 但没写是哪个省出品的啊 然后这盒子也跟早晨一模一样啊 价格也是2块4啊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也也会坑得要死 然后早晨那个微波炉碗呢 我实际最后也没刷完留下来 因为实在是它盯完了之后里面特别 特别难刷干净啊 所以就放弃了 然后哇 哇 我们早晨吃的那个 早晨吃的那个面啊 打开是闻不到任何味道的 然后 然后这个呢 打开就能闻到味道 看重新拿出来看一下烹调啊 它也是 好 这个多亏重新看了一下啊 这个就是直接把这个调料也一起放下去之后加热了 而不是分开的 早晨那个是分开加热了 还是这个乌冻啊 这乌冻看着是真的是 真的是不错 但是 早晨那个口感简直是要我 无法形容啊 那个乌冻面的话好像是有一个标准的 好像这个直径要大于4厘米的才能 啊 说错了 直径要大于4毫米的才能叫做乌冻面啊 不然的话只能叫做拉面 不能叫做乌冻面 然后把这个 它这个一起放嘛 就先放进来 里面有什么啊 蔬菜 果然又是蔬菜 然后这个里面应该是花生的吧 公宝鸡丁嘛 没有化生这个 怎么能叫公宝鸡丁呢 一说到公宝鸡丁 这个国内乡省演员叫李晶是吧 李晶爱吃公宝鸡丁 哦 它那个叫妖果鸡丁 有妖果 有鸡丁 割油一炒嘎吱吱嘎吱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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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果然是花生 这花生我们就不不按照它的那个手册来了 花生我们后方 因为花生我感觉放里边一泡它就不好吃了 然后 哦 口在这 然后撕了酱 也是他说放两茶勺的水下去丁啊 但是早上放了两茶勺的水丁的效果非常不好 这个刚才打开的时候忘了说啊很惊讶的是这个打开之后就闻到浓烈的气味 一扣开这个一扣开这个一扣开这个盖就可以闻到浓烈的气味而早上那个酸甜酱打开的时候是比较正常了是无嗅无味 嗯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啊 一股酱的味道不过这个味道还可以啊 那我去加热了 嗯 有了早上有了早上那个失败经验我这次没敢跟蔬菜一起丁而是分开的 然后他丁的时候呢很神奇的就是这个盒的这个食品呢丁的时候它会有一点那个水涨起来的那个感觉就是他就要加两勺水嘛那水会重新包一下的那种感觉 让你们看啊我刚才是把酱完全倒在上面那酱挺干的对不对但是我盯完了之后呢 他就这个酱和那个水结合之后融下去了然后就稍稍有点就是重新把这个面熏住窝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把这些蔬菜其实也干蔬菜也搞烂了啊也挺好 然后我今天去明天应该会有一个这个户外的就是吃那个是吃的视频 因为我今天注册了Uber的送餐然后明天要去市区去认证一下 嗯 这个应该是属于Uber的好处就是你想干的时候可以干不想干的时候不干嘛就不影响我找其他的正常 工作啊然后把这个花生加进来 这个花生还给了挺多的 因为这个东西比较烫啊我们可能要量一下啊先吃一下这个吃一下这个果干啊 这个上面画了这个这个杏橘子和葡萄 然后配料上写了什么配料上写的是啊还有菠萝啊没了那么试一下啊 这个倒出来啊 都是葡萄 然后这个我已经提前开过袋了啊所以可以讲的非常清楚 这个玩意儿呢其实 如果你单论葡萄呢还可以在别的东西比较坑啊 找个橘子 为什么呢这个为什么说的坑呢主要是这个橘子非常坑 他那个包装上啊写的可是橘子 但实际里边呢就只有橘子皮 你看这个是橘子皮 吃进去的感觉就是橘子皮的味道 跟橘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然后这个是菠萝啊 这菠萝呢吃的像什么呢 就是这菠萝吃不出菠萝的口感 完全没有那个纤维的感觉 所以你搞不清它怎么回事 完全不像国内那些菠萝干吃到菠萝馅味口感 这个桃子其实我也不喜欢 我觉得桃子能做的这么难吃也是相当不容易的 完全就是没有桃子该有的那种清香了 最后呢就是这个葡萄了 这葡萄干呢就是跟国内几乎一样 如果你想 就是几乎跟国内葡萄干一模一样的 感觉啊 只不过国内的葡萄干那个粒比较完整 妈这个葡萄干是烂的 给人感觉还不如国内 如果你想体验这种 国外这种很难吃的葡萄干啊 国内有个非常便宜的方法 你去沃尔玛 进口食品区就有卖的 而且因为这个东西卖不出去 它这个玩意几乎是常年打折 非常难吃 还有这边这个实际体验 放这个碗里面 实在不想异 实际体验的就感觉就是无论是那个枣还是这种果干 那我相信坚果是没有问题的 就这种果干类的 dried fresh dried fruit 一定不要买 一定不要买 这个玩意真的是 难吃的要死 虽然它价格不贵啊 这么一公斤才才20块钱人民币吧 但是一点都不止这东西吃 吃到你不想吃 然后我们试一下这个面 这个面终于没那么热了 然后省了粘有花生 试一下这个 这个刚才说的叫什么来 公饱鸡丁口味的 底下有酱的部分 看上去 我不知道你们看的清不清楚啊 反正我这看上去是不是很有 很有食欲的 这个乌冬面不知道为什么加热完了之后 你感觉总是怪怪的 省下那一个照烧的呀 应该是我认为这是三个里面最难吃的了 因为连这个宫饱鸡丁都不好吃 那个照烧酱的应该是三个里面最难吃的 首先我不认为这是宫饱鸡丁的味道 那个国内的话那个不叫UFO啊 UFO场面是圆的嘛 它还有一个方盒的场面也是日清出品的 那个日清出品的场面里边呢 方盒子里边有一个绿色的 好像是 我没记错的话 这个就跟那个绿色的日清的那个面的口味是一样 至少闻着和吃着的酱的感觉是一样的 但是问题出在哪呢 问题出在它这个乌冬上 这个乌冬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乌冬加热完了之后呢 里边成透明状 这个面呢 一旦做到透明状 这给人的感觉就非常不好 所以说这个 而且它配上它这个料啊 这个料跟这个面特别不配 这个因为我是按照严格按照它这个 说明加的水和这个 和加热时间啊 搞完了之后特别干 这跟早上的还不一样 早上酸甜的起码不咸 这个东西又干又咸 所以这个也很难说 给一个好吃的评价啊 也是非常难吃的 那么 本期视频就到这 欢迎关注 微博搜索 未知小白与我互动 感谢观看